大家好,我是Heidi 上次撿屋時,有眼睛的觀眾很厲害 發現了家中有iHerb紙箱 問我又入手了些什麼 所以今天我就決定和大家一起開箱 iHerb作為一站式的購物平台 當然這次也有各式各樣的產品 有廚房用品、補健食品、健康零食和化妝用品 之前都介紹過的,今天不詳細說了 直接和大家開箱,我們事不宜遲,現在就開始了 調味品方面,我幫廚房加入了兩個生成員 這個是有機紅辣椒粉,40元也不用太划算 紅椒粉在煮西餐來說是一個很常見的調味料 非常之百搭 不要以為聽到紅辣椒粉一定是很辣 怕辣的人不敢用不敢買 其實它比較溫和的,帶一點甜味 而且是主要用來幫菜上色 大家如果煮西班牙海鮮飯、燉牛肉 或者煮一些醬汁用來煮意粉都會用得著 而且我蠻喜歡這個蓋子,可以調份量 有小洞、有大洞 如果想要很少的話,可以兩個洞 要多一點 再要多的話,可以小洞加大洞 或者大量,我要全部都是大洞 都沒有問題的,很Flexible 然後另外這一瓶就是洛希維爾風味熱辣雞粉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天氣越熱就很想吃炸東西 特別是炸雞,家裡又有氣炸鍋 所以看到這個熱辣雞粉,我就忍不住放在購物卡 它的味道是很夜味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叫洛希維爾風味 所以忍不住打開它 有少少酸酸辣辣的感覺 是辣得來會開胃那種 我會用它來醃了肉 再加一些YOUGURT在雞肉 令肉會亂一些,沒有那麼容易乾 然後就拿去炸,應該很棒 大家記住夏天潮濕的日子 這一類型粉狀的調味料 一定要放入雪櫃 不然它們受潮就會拿一塊一塊 這個是我從很多次失敗中 得回來的經驗 接下來就是關於鼻 最近天氣實在太反覆了 十幾天大晨天之後 落兩天大雨 然後又晨天 然後下個禮拜又說打風 哇,真是人能相信鼻子也搞不定 如果你同樣都是鼻敏感人士 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每隔幾天的鼻子 好像開水龍頭那樣流鼻水 哇,真是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這次我也忍不住 入手了一些產品 專為我的鼻而設 希望可以改善一點鼻敏感的情況 蜜蘆卡蜜糖不用說了 一向都是提高抵抗力的好物 這次我就選了這款 它是Maluka Dota的蜜蘆卡蜂蜜丹花 有MGO 125加 以我所知MGO是一個很廣泛使用的標準 用來反映Maluka Honey的抗菌力 一般由30加到550加我都聽過 這個125加雖然不是最高規格 但是對於一些初起的症狀 例如感冒、喉嚨痛都有一定的幫助 它是中油分子中間的 重點 它沒有外面一瓶幾百元的Maluka Honey 那麼貴 比較實惠很多 百多元就有交易 所以如果你沒有試過 不知道對自己有沒有用 不知道味道是否喜歡 它是一個好開始 慢慢養成 每天一斤蜜糖的好習慣 而且你吃蜜糖的時候 不要用金屬的瓷巾 因為那些金屬成份 和蜜糖混合後 會有些化學作用 會減低功效 所以我自己會用一些木的瓷巾 或者在這裏 很容易受潮會發霉 我就會用一些雅的瓷巾 記住記住 不要用金屬的瓷巾去粉蜜糖 喝又好吃又好都不好 然後順便也試一下 這個California Go Nutrition的 風凰漿膠 風凰漿又是聽說對於 改善鼻敏感的功效不錯的 我沒試過 我都很期待 這裏一瓶裏面有30粒膠囊 一個月的份量 60元也不用 值得一試 因為我之前也有想過 買那些蟲草的精華膠囊 幾百元一瓶 等它減價等到現在 我都未捨得下手 所以如果這個 這麼便宜的製品 真的有用 接下來打風季節 有很多機會去試 改善到的話 一定會和大家分享 還有這款減壓茶 它是蜂蜜昏衣草口味 因為前陣子 其實都不是前陣子 到現在這一刻 我還是覺得自己比較大壓力 所以不停地找很多方法 讓自己解壓 舒緩一點 放鬆一點 你會看到後面一直在點香氛蠟燭 這個很棒的 好像一些泰國SPA的味道 有機會再和大家介紹 總之看到這個解壓茶三個字 非常適合我 我就帶了它回來試試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寫著沒有咖啡因 沒有咖啡碎取 就不像有些茶 喝完令我心跳加速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不如直接開一包試試 一盒裡面有16個茶包 然後打開出來 跟平時的茶包差不多 我沖了一杯給大家看看 它也是這個樣子 它裡面不是粉 是一些好像草本茶的樣子 聞下去很香薰衣草味 有點像放在衣櫃裡面的分衣草包的感覺 然後現在太熱了 我放涼一點再喝再告訴大家 然後說完飲料就不如說點食物吧 作為果乾愛好者 這次也選了兩款來試試 分別是大顆法國莓乾和有機藍莓 現在是最開心的試吃時間 如果拿一包薯片在我面前 我未必會吃 但是如果你拿一瓶給我 它真的挺大顆的 我怎樣都會吃一顆的 這個呢 為什麼可以寄了過來這麼久 它裡面還是有juicy的感覺 果乾就怎樣都會有一點甜的 但是這個好吃 哇 是不是很大顆 嗯 就是juicy的 嗯 好厲害 我以為它穿揚過海之後 它是很乾的那種 這個是juicy的 它絕對值得一個近鏡 給大家看一下 是很有光澤 然後是軟的 不是乾真真那種 這個真的好吃 我覺得它比我之前跟大家介紹的 一個西莓乾 一包那種可以轉莓 然後到另一包就是有機藍莓 這個是SipSip包裝的 這一包聞起來是沒有藍莓味的 它跟剛才的西莓不同 是一個凍乾的果乾 所以不是juicy那種 它是比較乾真真那種類型 然後之後 大家聽不聽到 它是脆的 這麼有趣的 咬開中間好像麥提沙一樣脆的 很微的甜 然後吃多幾粒 你會有一個 藍莓味在口腔那裡 但是不是很重的 挺有趣的 在這個時候可以喝一口茶 應該差不多 它的昏衣草味是 臭角大於味覺的 不會喝下去有一股花味的感覺 反而聞下去有一股昏衣草味 又不會一喝就馬上解壓 但是是一個挺舒服 不會很強的茶 我自己也覺得不抗拒 至少平時沒有喝茶的習慣 都可以的 可能我又不是浸了很久 它不會太濃 這一包應該還可以沖多兩三杯 來到最後還有一套化妝掃 它是來自Real Techniques 這個品牌的化妝掃 一向都是以性價比取勝的 超級適合化妝新手 或者月算沒有那麼高的朋友 而且它不會因為價錢比較便宜 然後質素不好 它真的蠻好用的 這一套不用一百元 有胭脂、粉底、修容、打亮和遮瑕 五樣的面部彩妝工具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抵入手的 你想買人生第一套化妝掃的話 它絕對是一個好選擇 尤其是這個美妝蛋 是我長年回購之算 無論是iHerb的開箱片 四個四個買 或者是我的化妝片 都經常性出現 我用過無數這麼多個 還有這個胭脂掃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的 它的毛質不差 你會看到是很舒服 一點都不會刺臉 所以它的質素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 以上就是今次我是iHerb的戰利品 平時除了補貨用完的東西外 可能因為實在太多生產品的關係 每次在iHerb上講了一照 都好像收裏 新奇有趣的東西 令我很想試 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快點留言告訴我是 看過什麼新奇有趣的產品 下次我替大家組上白老鼠 和上次一件 今天也有優惠帶給大家 記得在結帳時候 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單不滿80元美金可以享有七、八折優惠 每個帳戶可以用兩次 所有詳情、產品資料、連結都會放在info box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iHerb開箱分享 每一次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裡面很多不同的類型 很多新奇有趣的東西 價錢又不貴 試的時候又不會心痛 喜歡的話就可以回購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在家裡安在家中就已經什麼都可以看 是很棒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三、星期日更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MhV хлop eti 中間 你 cô 附近 你 も 你 奇 蝅